哈喽大家好 我是拉风牛这期呢 我们来说一下5月20号发布的黄金射手座特性 那最先呢 是QQ飞车官方账号在某软件上爆料了黄金射手座的特性 是氮气动力18%使用氮气即可达到CWW最高速每5次使用氮气即可获得一个氮气 好家伙 这不是之前爆料的新联赛A车测试特性的升级版吗 法本该属于新联赛A车的特性移植到了一辆联名A车上 感觉有点不太正常 所以呢 后来朱提君也是爆料了 这辆车的特性也是已经被大改了 那根据朱提君爆料啊 大改后的特性是飘移更灵活 且飘移小喷石机提前每次使用氮气75%的概率3秒内 小喷最高速度加60速小喷动力加12% 这样一看还是大改之后的特性看起来比较正常 那这个特性的话 我估计哈红牛的日子不长了呀 因为很明显啊 这个特性的话就是冲着11层这些地图来的 那永夜君主呢 强三个月后被红牛代替 那红牛现在也强三个月了 所以呢被代替也是正常的 当然以上呢 都是属于个人猜测 具体呢 还等到这个游戏上限为准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